大家好歡迎回來收看 炙熱限時S3 主要利益賽是WEEK2 我已經主發二集 謝謝賽明輝 好那現在要來到了我們今天第四場的比賽了 是由我們這個雷蒙要對上NICE 我是一場TVP的對抗 我剛剛看了一下 雷蒙這個TVP的實力是蠻不錯的 剛才前那個 NICE還問雷蒙說 你是冷 還是蟲 先確認一下 畢竟這個BAN圖上就有一些差異 這個NICE肯定是希望對方 那個早上是用那個人類的 對 人 NICE好像不在 NICE揮揮嗎 NICE自從之前跟那個小Hero在同一隊以後 就是用小Hero投降 小Hero 小Hero 小Hero不是他大哥嗎 我小Hero殺就去當兵了 好那現在比賽開始 第一張地圖是永恆之夢在地圖的右上方 是 You wanna know 你信不信 的雷蒙 在地圖左下方 則是藍色的 藍色的神族選手 來自KZ戰隊的NICE 號稱台灣最會打人類的神族 那台灣神族也沒幾個 對 不過Hex打人類確實是比較弱一點 他打人類風格比較偏那種 之前 就以前到現在就是比較偏那種一波啊 什麼野先知啊 野暴風劍那種 搞招 人類的那種 練習量我覺得是 比較低的 就是如果說打正規的打法 練習量比較少 對 不過其實Hex是有轉變 他是初期是 蠻會打人的 然後後來就變得 不太會打 然後現在是打重分 PVP比較強 因為不管用啊 招式不管用啊 好這邊 來做一個偵察 好 高一圈喔 那這邊 那邊 我們先出一隻機槍兵 先出一隻機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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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招有在排他是不是啊 有槍兵的手都動不了 好像是知道 欸 好像是知道 你拿兩個招呼 你上鏡頭囉 欸 然後就 好真的嗎 然後他就抖起來 媽我上電視啊 他是不是賭神啦 背對著我們 這邊飄出招式哭血了 那因為這一場這個 Lemon他選擇槍兵開 所以這個死神 這個 招式盜花應該也有三槍了啦 所以不是那麼害怕 但小心不要被飄上來看到東西喔 那個Hex的流程是 他不是家裡放個墊子嗎 那墊子就守死神 一般來說死神 死神開來是佔大多數嘛 他那個就是守死神 然後 教室過來的時候 把你二礦弓兵點掉 結果這場 Lemon是 三槍兵 槍兵應該覺得沒有出死神 槍兵抠貴杯 現在你打牆你覺得 那右比前男大嗎 肯定啊 這废話 EMP又變強了 然後 鬼雷又隱形 然後 大河又可以邊走邊射 我問你 到底是有哪裡會變好打 你不能這樣啊 什麼不能這樣 你看人類一直改強 所有東西沒那麼難打 都一個一個變難打 這邊會斷手啊 大個鳥蛋 你那媽控大河是會斷手 我會喔 可憐啊 大河可以控到斷手 你以為大河很好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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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難控也不會控到斷手啊 大河有一個要有精準的視野 如果現在控大河可以控到斷手 一定是那個人本來就有病 一定是那個人本來就有病 這邊要去空口鬼了 衝啊 空口鬼了 等坦克 這有沒有放VA的啊 沒有放VA 我來了在陰影中 我來了在陰影中 不過 等一下這個 NICE好像沒有看到 這個藝藥挺出來的時間對不對 我閃追要好了 這邊直接加速進來 硬頭 哇 哇 這炸到一個 冤魁 喔 這邊要反壓了喔 這邊追要反壓了 不過這場 內容的機槍兵非常多 坦克也出來了 所以這個要跳上來 要跳到東西 我是覺得有點困難 哇 哇這麼兇的嗎 蛤 一隻 只死一隻追累耶 我的天 應該是打不下了 不過 有傷啦 有傷到 如果說NICE 他執意要繼續閃追到底的話 可能會 可能會送掉這場 喔 他補紅了 OK 這邊都要做來了 欸 前面那個坦克 樓下那個坦克 前面那個坦克 吐露了 有機會打死了 有機會打死了 欸他飛波跳就有點虧了 還好啦可以可以 只要沒有坦克 人類這些都是渣渣啊 你知道嗎 已經惡光飛了 你知道嗎 太過分了吧 這就是無敵的NICE大神嗎 這就是無敵的NICE大神嗎 剛剛那個槍斃就被勾走喔 欸 跳坦克 哇 他不覺得怪嗎 他不覺得有OB在看你嗎 這邊 NICE很快速的拿下 第一場比賽勝利喔 我好可惜喔 你拿這場跟 剛剛那個Dreamer打黑神 那場比對起來 你應該就懂我剛剛想說的東西了 嗯 對就是 就算對外我兩台坦克力也是有機會打死 只要那個人類的 那個 他的兵放的位置不對的話 就有可能會死 嗯 永恆帝國 永恆帝國也是很適合跳閃圈 嗯 不過我覺得剛剛應該還是要守住的 太cocious了 不停的被NICE大神的引誘 不過剛剛NICE的操作確實也是蠻好的 嗯 沒什麼失誤 有啦還是有 呃應該說 不能說失誤 應該說 不夠 盡善盡美 嗯 嗯 像剛剛你不是說什麼嗎 跳上去打那個坦克很虧嗎 對啊 對像那個地方他其實可以控的 有有辦法控的更好 像他後面就有抓到這隻啊 先閃一隻坦克 先閃一隻追列 然後再閃一隻追列 這樣的話 坦克就會打前面再追列 沒錯 他前面也可以做這個操作 但他剛剛第一次的時候沒有 後面的時候才有想到 對 他可能就是那一波跳過去後發現 好像有點會 他後面就有想到的時候做這個操作 好這邊看一下喔 例如右上方喔 是來自KD戰隊的NICE 這個是新海一的神助使勁 好在左下方則是藍色人類選手 Lemon 就所知之前Lemon好像是打機械化巨弱 打蟲竹吧 蟲竹應該我看他蠻常用的機械化 人類我就不太知道 好這邊一樣很早 第一隻工兵過來做的登場 好夾了一次 好那沒事了 有夾到就好 這邊惡控要被拖到 喔 NICE是封這個口啊 好這個應該是會 有機會蓋起來那個那個掉寶 而且NICE這個水打位置 變成他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在 礦的旁邊蓋電池 所以他的二礦應該會被 干擾蠻久的 就這樣擦身而過 死神就這樣跟教室擦身而過 一隻 然後這樣的話就換那個 早安那邊的 二礦的工兵有危險 他並沒有辦法去救 哇樹上開 你給我開玩笑 還是蓋起來 不是他剛剛 他剛剛後 後面有一個Bunker 可是他 他的死神竟然沒有進去Bunker 站在原地跟教室護衛 他因為家裡被漂啊 可是對面的教室也被 也被打死了 生氣了生氣了 呼喚都呼喚 死神死了 對死了 兩個都在搞笑了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 一個死神被公兵包死 一個死神被教室打死 然後一個被公兵包死 不錯不錯 兩個都玩得蠻好的 沒錯 等於是那個 奈斯的教室是千里迢迢來送走 你看一隻兵都沒殺 一隻那個教室 欸 他有殺到龍嗎 殺兩龍 然後那個惡控那隻公兵也沒有殺死 他原本應該至少可以殺三龍 就算他死掉 他死神也是啊 他那邊蓋了一個碉堡 結果殺一隻龍 又賺了一波欸 一隻死神 還有一隻教室 換了 兩隻 快三隻的槍兵 我這一場 連盟非常偷 他速傷害 真的很偷欸 沒科技的 這個沒科技的很容易被VR的 很容易被人間的東西打死 再次我們一下 5分 3分 5分 3分 5分 5分 9分 - 我覺得這好像要死了 - 好啊 一波再走 - 我覺得這要死了 - 沒有意識到啊 - 對啊 - 他那個山框欣欣向好了 - 因為剛剛那個其實剛剛那一波那隻叫做雖然送 - 但是他好像有看到那個3CD對不對 - 沒有吧 - 有吧 - 我看一下 - 有嗎 - 有嗎 - 我看 - 有啦 - 我看他刺也有耶 - 有有有有有 - 所以他應該是因為對方這樣三開 - 所以他決定這樣打一波 - 對啊 - 那個叫是死的有價值 - 應該這樣說 - 因為這種人類這種沒有科技的三開 - 是真的超級怕一波的 - 尤其這種不朽的 - 對啊 - 沒有打得這麼爽 - 應該說這種不朽是最怕 - 那閃醉其實也怕 - 因為你沒有坦克做陣地 - 然後你這時候你打神又不可能跑 - 你只會有一堆沒有科技的生化 - 不然就是那個比較慢的那種科技的兵種 - 就你什麼東西都慢啦 - 什麼東西都慢一點 - 很容易被換到沒兵這樣 - 但這個套路的優點就是 - 如果你神主沒發現 - 或者是進攻的慢 - 那中期的那個兵力就會很兇猛 - 不過通常被發現就是 - 像剛剛那樣教科書是死亡 - 好那我們這邊恭喜NICE喔 - 2-0擊敗的Lemon - 那我們下一局呢 - 也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場比賽老師 - 由這個Drama對上麥瑟老師 - 我們就稍微休息一下吧 - 跟不及關我 - 轉到《輪華人說的》 - 想要往後看 - 搭桃車 - 護- 搭桃車 - 搭桃車